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初步了解一下 在座平常你有在賞鳥習慣的 舉個手一下好不好 OK 還不到一半 谢谢 希望今天大家听完这个分享之后 有机会可以 看看你住家周边的这些鸟类 因为今天给的这个题目 是跟这个艺术有点关系 所以我开场大概就是会穿一些 但基本上后面主要会针对 我们在做的一些七粒保育的工作 来跟大家做报告 画面上这只鸟大家有看过吗 有些 八哥 谁知 其实这个鸟跟我们高雄非常有渊源 非常有渊源 我的声音OK吗 可以了 非常有渊源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只鸟是在19世纪 非常著名的英国博物学家 史文猴来到台湾 他是我们的领事之一 就是一个外交官 他在高雄就首先发现了这只鸟 发现了这只鸟 发现了这只鸟之后 其实我们有很多年轻人 应该没有看过这只鸟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那个环境可以让它看 这个故事我等一下会讲 我等一下会讲 那各位看到这一张照片 其实它是一个 有什么感觉 其实它里面蕴藏非常多的含义在里面 除了这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鸟以外 这里面的这个环境 它里面有很多植物都是已经 你在野外看不到的植物 你在野外真的看不到的植物 那我们其实常常在谈艺术 其实我觉得大自然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展现 其实很多画家艺术家 他一定要做一个功课 就是到野外去做写生 所以我们在野外活动 我们这些不管是看鸟的人 做保育工作或者是其他生物生态的研究者 他们在野外常常会看到这些画面 这些画面 那当然艺术家是有特别的天分 可以把这样的画面 不管是去无存清或者是再经过它的这个诠释 变成另外一个异象出来 好 那这一只鸟 这一只鸟很特别 大家有看到这边有两只鸟 一只是陈鸟 一只是小鸟 那这只小鸟大家就可以注意看到 它的脚趾头非常的长 然后脚非常的大 好像一个大脚鸭子 大脚鸭子 那也是因为这只鸟 它引起了我们这些鸟人的关注 然后再进一步做一些保育的工作 好 那鸟对大家来讲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 小朋友你觉得鸟 你跟鸟有什么印象 很容易会唱歌 还有呢 这位不好意思 来 谁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跟鸟的关系 最近有个议题很夯有没有 跟鸟有关的 缺蛋 缺蛋 蛋基本上鸡它就是鸟 鸡就是鸟 所以最近新闻你常常看到说 缺蛋 然后价格很高 然后买不到蛋 然后禽流感 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都跟鸟有关 都跟鸟有关 好 那我今天大概 简单大概讲这些 大概是乱过这样的一个流程 乱过这样一个流程 让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一般人来讲 它每天都跟鸟产生关系 虽然我们刚刚不到一半的人 会赏鸟 可是你跟鸟产生关系 几乎是日常生活 几乎很少人没有在吃蛋的 所以鸡蛋的需求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但是因为它们已经被巡化成为 这个我们叫做家禽 所以是养在禽场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 你看到的机会非常非常少 那这一只鸟很特别 这一只你们看起来像什么 公鸡 公鸡对不对 这一只叫做原鸡 原鸡它是生活在东南亚的森林里面 它叫Jungle Fall 它是活在森林里面的一种野生的鸡 所以你注意看它的体型 比较瘦一点 然后颜色非常的鲜艳 它跟我们养的肉鸡 五骨鸡 蛋鸡都长得不大一样 有没有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 经过人类长期以来去巡化 然后去栽培 然后再去培养它特殊的需求 所以你看其实很多蛋鸡 它生下来之后 然后被养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生蛋 那肉鸡又是另外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祖先 但是斗鸡又是不一样 斗鸡你会又更消瘦 所以生物的原野生的动植物 我们在讲生物多样性 非常重要就是说 我们人类所用的很多的 现在的不管是家禽家畜 食用的这些农作物等等 它都是从这些野生的生物里面 在经过人类的育种或栽培 转化过来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原生的东西 实际上是有点好像是 很远很远 好像你的远亲一样 它跟我们关系其实是很密切 可是实际上你在实际生活里面 你是接触不到的 那像这样的原基 我们如果到国外去赏鸟 我们就会想要去看 特别想要去关注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叫你们说 你去养鸡场看鸡大概没有人想 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可是你到野外 看到一只活生生的鸡在那个地方 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 当然另外这个东西 也是大家关注的 就是说鸟 我们现在看到的鸟这么漂亮 可是它的前世 它的祖先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然后另外是我们对每一种生物 所以即使是鸟 每一种的感觉都不一样 那像这样的鸟有没有 丹鼎鹤这个鸟 这个鸟呢 从古至今 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些人会特别跑到北海道去看 看这个丹鼎鹤 它长得非常的高 快要跟我一样高 那它们在求我的时候在跳舞 那它寿命非常的长 所以自古以来 就有人把它当作仙鹤 很长寿的这样的一个表征 一个意象在里面 所以每一个 不管是在日本啊 中国啊 就是这个鹤出现的地方 它一定有它的一些传说在里面 传说在里面 那所以鸟跟我们的关系 从日常生活食用 到这种精神象征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是属于跟 这个很特别的 这只鸟很特别 这只鸟 这只鸟呢 大家注意看 它这边有一个叫 这个叫做什么 脚环 脚环 那个是科学家特别帮它上的 就好像我们出生 我们就会有一个身份证字号 对不对 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带在身上 我们就是拿一张卡 拿一张卡 可是鸟呢 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把它带在身上 我们才能够办法做辨识 那基本上 这个鸟它会有两个环 它一个叫做金属环 金属环就是比较 比较怎么讲 比较坚固比较耐 它上面也是有刻一个号 那另外呢 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叫做射环 射环是为了要容易辨识使用的 你想一想 它如果只是一个金属环 金属的东西 譬如说像 不管是铝还是白铁 它上面 那个号码是用 是打凹的 可是你远远的 你根本看不出来 无法辨识 所以为了要增加我们 对这个鸟类的观察 我们会额外加一个 就叫做 这个有颜色的叫做射环 或者是叫做 有一些叫做竹鳍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反正 它的用意是为了让我们能够 更好辨识这一只鸟 好 那这只鸟很有趣 这只鸟是目前已知历史上最长寿的一只 还有生育能力的信天翁 它到了70岁 还在下蛋 还在孕育下一代 OK 那我们人类的极限大概是几岁 我们现在台湾 怎么讲 台湾的生育率非常低 大概是全世界前三名 前三名 所以大部分 大部分现代的年轻人 都不大喜欢生育下一代 然后另外一个是 当然可能结婚的年龄也往后拉了 往后拉了 到以前可能十几岁都要结婚 生小孩 然后一直拉拉 现在可能快要到30岁 所以整个人类的人口的结构 就一直往后推 那往后推就会变成说 你的这个年轻人少 工作的那个劳动力少 那老年人多 所以有一个数字就是在照顾 照顾的那个比例 我们以前像我爸爸妈妈那一代 他们的兄弟姐妹差不多是 我们家算多产 他们是八个兄弟姐妹 然后我们这一代是 我们是这个五字头的 大概是四个兄弟姐妹 然后再来是两个恰恰好 对不对 然后新一代的大概都只生一个 都只生一个 所以从那个有点等比级数 等比级数这样减少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 我们要同一代要去抚养长辈 像我们四个抚养两个长辈 大家分摊就比较轻松一点 那如果两个抚养两个长辈 可能还差不多 那一个要抚养两个长辈 就比较累一点 好那信天翁这个鸟 它很有趣 它是几乎是终身配对 但是它只生一只 而且它不是每年都会生 因为它体型非常大 这一只鸟被细放的时候 大概 为什么它推估大概70岁 就是说它可能要五年 才有生育能力 它要五年才有生育能力 那这样的鸟 它到了70岁 还有生育能力的话 其实有时候对人类来讲 我们很想要去了解 它那个机制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生物界 它可以有一些很特别的能力 那对人来讲 我们很希望或者是很期待 那个奥妙在哪里 有没有办法帮人类解决一些问题 好 所以这只鸟就变成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 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你注意看 它的左边还有一个 有没有 这个是金属环 那这个是色环 那色环因为有颜色 而且有号码 所以是比较容易做辨识的 那一只信天公 翅膀张开可以长达两公尺 大家想一想 你可以跨越三个到四个桌子 椅子 三个到四个椅面这么大只 那台湾以前也有很多信天公 可是现在看不到 就是一些无人岛 大概都消失开发 好 所以鸟跟我们的关系就是 好像很近 可是又很远 又真的很远 你想一想信天公 它几乎 它没有在繁殖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海上漂泊 海上漂泊 所以有一种信天公 它的名字叫做 漂泊信天公 那这一只是黑背 黑背信天公 好 OK 好 那 这个鸟又跟我们的交通工具 有什么关系 好 这个是原来的新干线 它的车头长这样子 很早的时候长这样 那长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它开很快的时候 它前面会产生那个空气 空气会阻止 会阻挡它 会产生一个阻力 然后会产生阴暴 就是会有噪音 就会产生噪音 产生噪音 那 其实你看这种风格 其实 早期 比较 过去 像 你看美国车不是这样 圆滚滚滚的吗 就是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的风格 那时候设计出来的东西是这样 那他们就觉得说 这样不行 太吵了 太吵 然后速度也不会快 那刚好他们的工程师 有一位刚好就是一个 我们讲这鸟类爱好者 鸟类爱好者 他就观察说 我们的水边有一种鸟叫做 翠鸟 翠鸟 叫做钓鱼翁 或者是英文叫 King Fisher 专门吃鱼的 那他的嘴巴呢 非常的尖 而且呢 他冲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呢 不会溅出水花 我们 比如说每年不是看奥运吗 奥运不是有很精彩的那个跳水比赛 对不对 那个跳水比赛 他评鉴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 你下水去会不会溅出水花来 你如果不会跳 你肚子着地 或者是你的角度很大的话 就全部都是水花 那翠鸟呢 它怎么觅食 它要冲到水里面去吃 水下面的鱼 所以翠鸟有两个非常厉害的行为 就是它要会数学 为什么 你拿一双筷子去夹到水里面去 你没有注意到那个筷子是怎么样 它是折开的 它不是一条直线 对不对 所以它有折射 那翠鸟它要去算说 这只鱼到底在哪里 那第二个呢 它冲下去它不会尖出 也不是说不会尖出水花 所谓不会尖出水花 是它嘴尖入水的那一刹那是不会的 所以它可以把那个阻力减少 阻力减少呢 就会去让这个鱼比较少 受到干扰的时间变短 变短 那这样它可以比较精确的去抓到这只鱼 不然你们各位试看看 你去水边你想要去捞一条鱼 你觉得说你拿了一个网子很厉害 你想要去捞一条鱼 可是你不见得就是捞得到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有动作下去的时候 还没碰到它就已经看到了 那当你的这个网 碰到水面的时候 它又产生了这些震动 所以它的反应比你还要快 但是翠鸟呢 它可以借由它的这个 嘴巴的这个构造 加上它的速度 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捕鱼的高手 那它因为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 它就改良它的设计 改良完设计之后呢 就变成是这样子 大家看到现在的高铁都长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好像很多跑车 跑车它为了要加强速度 它要把这个风阻降低 所以它前面就要有这种 我们叫做很流线型的设计 要破风 所以风对很多的车辆来讲 交通或者是飞行工具来讲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阻力 那怎么去克服 就是从这些大自然的生物里面 去做学习 OK 好 所以因为这样子 因为做了这样的一个改良 所以它的噪音变小了 不会吵到别人 你知道我们这个高铁或火车 经过住宅区旁边都要做什么 隔音墙 隔音墙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设施 你不做 旁边的住户就会来抗议 对不对 所以科学家或工程师 他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不是只有最前面这样而已 它连什么都有做改良 它连这个极电弓 这个叫极电弓 就是放在上面的这个 因为它走它要接触这个电 有电力才能够维持 它也是要想怎么样去降低它的噪音 结果它从什么地方开始是学呢 它学这个叫做 我们再讲猫头鹰 好 这边问一下 它为什么要学猫头鹰 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要不要回来一下 它为什么要学猫头鹰 悟就被发现了 猫头鹰在什么时候出现 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嘛 对不对 因为它要捉老鼠 对不对 那老鼠 老鼠晚上一天是黑的嘛 就是说假设没有月亮 没有太阳 所以它是很暗的情况下面 那猫头鹰它是靠什么去捕捉这个老鼠 是靠视力还是听力 OK 听力很重要 视力也有 可是呢 如果是全黑的情况下面 甚至是看不到这个老鼠的情况下 它完全是靠听力 完全是靠听力 好 那老鼠也是很 怎么讲 听觉很敏锐 对不对 那大家都在比听力 那怎么办 所以猫头鹰它要接近老鼠的时候 它不能够被老鼠听到 在同样漆黑的环境下面 它要靠近这个老鼠 它在飞行拍翅膀的时候 不能够发出震动的声音 好 所以猫头鹰的飞语上面 有很特殊的消音构造 消音构造哦 这个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鸟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一只公鸡吗 对不对 公鸡在拍翅膀你会听到什么声音 啪啪啪啪啪啪对不对 还有鸽子 野鸽子 或者是斑鸟在飞的时候 你会听到什么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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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些日行性的鸟类 它的翅膀上面没有消音装置 但是夜行性的鸟就有 就是猫头鹰它的飞语 它的飞语的外侧 它有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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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的一个构造 那个东西可以消音 这个构造其实应用在很多的工程上面 很多的飞机上面等等 所以其实看鸟不是纯粹的兴趣而已 它也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工程上的问题 好 来 这个鸟有没有看过 你们都很厉害 有人 有些民众跟我说 鸳鸯鸯鸯 有没有 对啊 看到那个在水里面游泳的就叫鸳鸯 对 因为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 很不容易看到野生鸟类 对不对 那你在水里面看到一个 好鲜艳喔 好红 对不对 然后黄色的嘴巴很漂亮 鸳鸯这个名词对我们来讲很 怎么讲 已经印在脑海里面了 觉得好像这种在水里面像鸭子的东西都叫鸳鸯 可是实际上台湾的鸭子厌鸭科的 有超过40种以上 超过40种喔 但是这个鸟呢 它不是鸭子 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嘴巴 来 你们注意到它的嘴巴是什么形状的 尖尖的 鸭子的嘴巴是什么 对 鸭子的嘴巴是扁的 所以基本上它们在分类学上 就是不同的科 就是不同的科别 它是属于央鸡科 那鸭子是属于厌鸭科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只鸡呢 很特别 它会游泳 所以它叫水鸡 它叫水鸡 我们在平常看的生诞的鸡啊 或者是在路边跑的这个鸡 会不会游泳 不会 大部分的鸡是不会游泳的 它们是在陆地上行走 然后找熟性的 那个鸡 鸡蛋孵化 小鸡 等它羽毛干了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跑来跑去吃东西了 对不对 可是像麻雀或白头翁这一类的 它们住在树上的小鸟 因为它们长在草里面 所以它们刚孵化出来的时候呢 它们全身是湿的 眼睛是闭起来的 身体是没有毛的 它们是属于晚熟性的鸟 需要父母亲照顾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在地面上孵化的小鸟 通常都是找熟性的鸟 就是只要一孵化 羽毛干了 两三个小时之后 它们就会到处乱跑了 就会到处乱跑 所以我们看到的 像水鸭的东西 其实它不是水鸭 它是鸡 但是它又不是那一种普通的鸡 它叫水鸡 很特别 这个鸭子也很特别 你看这个鸭子是绿色的 头是绿色的 还有头是红色的 这个叫刺井鸭 这个叫做罗文鸭 刚讲说我们台湾的鸭子 有超过40种 你说很奇怪 为什么我都没看过 你有看过什么鸭子吗 你们想一想 你看过的绿头鸭 还有什么 公园里面会看到什么鸭 白色的鹅吗 有没有看到那个黑黑的 脸红红的 有没有 很大只的鸭子 安民欢阿 姜姆鸭 可是这个鸭子 它的原生地是澳大利亚 澳洲 是澳洲 但是也是一样被巡化变成 家禽 变成我们在食用的鸭子 还有很多的什么菜鸭 北京鸭 有没有 这一类的 或者是鹅 家鹅等等 但是我们刚刚讲这些 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巡化过的家禽 它不是野生的鸭子 不是 绿头鸭是我们这些 所谓的家禽的祖先 像这些什么菜鸭 北京鸭这类的 都从绿头鸭慢慢慢慢 去巡化过来的 然后像鹅 是从红燕 大型的燕鸭 巡化过来的 最近苗栗有一只叫做小天鹅 天鹅我们只听过它的名字 可是在台湾非常少 因为不是它的这个渡东区 可是你如果到 比如说到日本或到欧洲去 它们有很多的天鹅 因为都是属于温带的鸟种 那我们是属于亚热带 所以我们的天鹅类的 大只的鸭子比较少 但是这种小型的鸭子很多 小型的鸭子很多 多到数千只上万只 那我们高雄最有名 早期的鸭子都在哪里 都在澄清湖 澄清湖大概有两三千只的 折服 叫做凤头浅鸭 可是因为周边先开发 比如说盖医院 盖棒球场 盖劳工运动中心 盖这个大楼 所以周边的农田 渔用环境都消失了 消失了之后 这群鸭子就跑到哪里去 跑到墾丁的龙卵潭 就跑到那边去 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在高雄市 你要看鸭子 你要去哪里看 看野生的鸭子 你在高雄市区看得到吗 几乎看不到 你要到以前旧高雄县 比如说永安 鞋定 旧铁桥 大树 这些比较 比较广大的地方 在高雄市区 你要在周载湿地 要在鸟中湿地 看到野生的鸭子 都很困难 都很困难 那这些鸭子 是不是人养的 不是 它是冬候鸟 它是天气冷 十一二月的时候 它从北方 日本韩国这些地方 飞到台湾来 过冬 那现在已经春天了 现在已经三月了 它开始已经要北返了 这四十多种鸭子里面 真正在台湾繁殖的鸭子 只有两种 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有哪两种 刚刚我们讲了 一种最常见的鸭子 不是那个是家禽 我说野鸭 野生的鸭子 第一个就是 最让人家误认的 就是鸳鸯 鸳鸯这种鸟很漂亮 东鸟很漂亮 鸳鸯它是住在哪里 它是住在山上的 它是住在我们的 像德基水库 这种地方 山上的高山湖泊 而且它们是在树洞里面下蛋 然后小鸟孵化 从树洞里面跳下来 第二种叫做花嘴鸭 花嘴鸭目前在美农湖有繁殖 在墾丁 在东部 在宜兰 都有繁殖 那花嘴鸭 其实大家都没有看过 花嘴鸭非常的聪明 而且非常的警觉 就是说 它只要看到有人 在注意它 它就会注意你 因为它怕你 它怕你去抓它 所以为什么 40多种鸭子里面 只有两种在台湾繁殖 而且你还不是很容易看到 但是宜兰算很普遍的 因为宜兰那边可能也许 出现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它们比较不怕人 但是在高雄 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野生动物这么多样性 不是我们刚刚讲说 只有菜鸭 北京鸭 姜母鸭 什么什么这样而已 不是 野生的鸭子有四五十种 光是在台湾 在全世界可能有上百种以上 那这些鸭子 我们叫做多样性 多样性就是说 刚刚不是讲 在讲那个蛋 缺蛋的危机 什么东西 这一类的 就是说哪一天 我们真正的农作物家禽 这种东西就是不够的时候 那你研究人员 怎么去想去开发 比较好的 比如说比较产蛋比较多的 或者是比较耐高温的 像现在就是极端气候 或者是比较耐 不需要喝太多水的 这些作物 它就要去从大自然的生物里面去找 找具有那个特性的来做研究 好 那鸟类只是其中一个 好 那这个是最近的新闻 我们都有看过一个成语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 玉棒相针 玉棒相针 这个是鹿棒相针 这是一只大白鹿 这是大白鹿 在我们嘉义 嘉义有很多地方养文革 养文革 那文革 这个鸟也会去吃 它会吃其他的东西 结果不小心就被文革给夹住了 就被给夹住了这样 那 讲实在的这个场景 你在高雄市你也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本来是湿地的地方 高雄市本来是湿地的地方 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盐田的地方 有塞岩的地方 闇定堡 闇定堡以前是塞岩的地方 那现在呢 你看 这么热闹 开发了嘛 那我们 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的永安 跟茧定 那边就有两个研场 叫做高雄研场 那一个叫做乌树林 乌树林研场 然后茧定叫做竹户研场 那这两个研场呢 幸好有被保存下来 可是 面貌也都改变了 就是说 剩下这些地方 还可以看到这些 湿地的场景 所以我们在成语里面看到的呢 只能 只能在某些 滨海地区看得到 在都市都改变了 所以整个环境都变了 那这几年因为 新冠肺炎嘛 所以大家都被 关得很惨 那这个是封城的时候 有个艺术家 他对自己的期许 他就是一天画一只鸟 杀时间你知道 一天画一只鸟 他就把这个鸟呢 用压克力颜料 画在这个木头上面 画在木头上面 那真的画得很像 跟你在野外看到的是 差不多的 那真的他的眼神 眼神 非常的这个灵活 非常的灵活 好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做其他的 你也可以画花啦 对不对 画蝴蝶啦 画昆虫啦 画猫啊 画狗啊 等等 但是你看 猫狗有没有那么多 没有 你们知道台湾有多少种鸟吗 台湾有将近700种鸟 600多种 那全世界有大概1万种 1万种的鸟 猫狗大概没有那么多啦 大概没有那么多 所以看鸟是一个蛮好的 就是你要走到野外去 你走到野外去 你要走 你要靠你的双脚走 所以你要 能够健康的走 那你在走的过程里面 你会运动 你到山里面 你到海里面 你到这个海边 你会接触到很好的 新鲜的空气 然后你会看得很远 像现在小朋友 我们每个人 也不是小朋友啦 我们现在人 大家都在用手机嘛 3C产品用太多 视力变得很不好 血压变得很高 对不对 所以走到野外去赏鸟 是一个非常有益身心的活动 对你的眼睛 对你的身体 各方面都很好 那所以鸟这个东西 除了这些实用的以外 你看哦 这个作者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这里刘其伟 我们的这个刘老 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 那他身份非常多重 那这个是他最有名的一个 鸟的画作 鸟的画作 他是因为他 阿嬷跟他讲一个故事 跟他讲一个就是很可怜的故事 然后他创作出这个婆幽鸟 那这个婆幽鸟呢 它是根据我们台湾的鸟类 去转换的造型 什么鸟 这个鸟的颜色 跟台湾的鸟 一种鸟很像的 就是只有红色跟黑色 不是我们刚刚那个红罐水姬 我们刚刚那个红罐水姬 也是红色跟黑色 对不对 可是红罐水姬是 全身都是黑的 只有嘴巴是红的 那这一只鸟呢 它是黑跟红的比例 是比较一致的 大概一半一半 你们有没有听过朱梨 朱梨 或者是黄梨 黄利 黄利鸟 黄利鸟 朱利鸟 它们都是属于同一颗的 就是只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红跟黑 一个是黄跟黑 所以这一只鸟呢 它跟故事有关 不管是童话故事 民俗故事 还是什么神话故事 其实在人类历史里面 会创造很多故事 像那个原住民 原住民他们也跟鸟 相关的故事 那台湾 台湾我们本土也有 跟鸟有关的故事 像什么 不知道 白富殃鸡 白富殃鸡以前在农业时代 我们都是种田 水田 所以那个白富殃鸡都会 都会在那边 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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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苦二鸡 苦二鸡 它是一个被口毒的心哺 然后转换成 这样的一个鸟类 就是说我们人类很会去 用人的这个遭遇或情节 然后套用在某些生物上面 套用在某些生物上面 所以怎么讲 应该如果我们去根本溯源来看的话 就是说 其实人跟其他的生物都是怎么样 同一个来源演化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跟他非常的亲近 我们会跟他非常想要去接触 接近这些野生动物 你看到猫狗 假设他不是太凶狠的话 你都会想要去靠近 去摸他一下这样子 那你走到大自然里面也是一样 你会觉得很放松 很放松 所以早期人类跟野生动物 跟大自然或者是 人家讲的那些什么精灵 这一类的 都坐在这个地球上 或者是在这个世界时空里面 大家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当然有一些就把它转换成 一些其他的应用 像这个邮票 这也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画家 他叫做杨恩生 杨恩生 水彩画 这些作品变成邮票 现在可能 当然极有的人会知道 不过在出鸟的邮票比较少了 所以可能有些人对他蛮陌生的 好 有点跑掉 好 没关系 有点跑掉 好 那早期我们用的图鉴 是日本人画的 我们大概三十几年前 开始看鸟的时候 台湾没有自己的野鸟图鉴 因为 因为我们的画家很少 画家很少 就是说 你们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会画画的 妈妈 妈妈很会画画 太好了 大家都知道了 一般我们都 其实台湾人 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求学的过程里面 像学音乐 学画 这个 假设你不是家族里面 有这个历史的话 通常家里面的人 就叫你去学一些 比较实际的科 对不对 实际应用的 好找工作的 等等这一类的 那所以 真正会画画的人 不是没有 有 可是呢 你特别又要画鸟这一类的 非常非常少 画肖像 画风景 等等这些可能 市场还比较大 我就一般大家 接触的比较多 所以台湾一直到近年来 这一本书是近年来 台湾 本土的年轻画家 自己画的一本 野鸟图鉴 那我们早期 我刚刚讲 我们在30年前 开始在看鸟的时候 我们 台湾没有野鸟图鉴 我们用的是 日本野鸟图鉴 那第一版的 台湾野鸟图鉴呢 是日本 用日本人画的图 然后配上 这个中文的说明 就是中日合作 中日合作才产生的 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影像不见 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对 它存存的时候不见 好 那没办法跟大家讲 好 所以一本图鉴要 要长出来 要生出来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 也就是说你要培养 就是说这个产业要够大 才有办法 那这是我查的一个新闻 大家看一下 很扯 这幅画 这是一个中国人画的画 值25万的人民币 普通人看不懂 你说这个小朋友 都画得比他好 有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说 小朋友都画得比他好 所以艺术这个东西是 很难去衡量的 那当然 艺术家或者是什么 他们对这个东西 有他自然他去 评鉴的标准 那我们不是这个领域的 我们没办法去评论他 但是呢 有些我们还是看得懂的 像这个奥杜邦 这个人很特别 这个人大概是史上最伟大的鸟类画家之一 他画了非常多东西 非常多东西 也做了很多邮票 世界各国都有做 更厉害的是 更厉害的是 他做了这一本 这一本呢 Birds of America 美国的鸟书 他那时候 其实早年 这些人 他不像说 很优渥 他为了要画这个画 他就是走遍美国 然后就把奇小丢在家里面 然后创作出这个东西 那这一本听说 只留了一百多本而已 然后有一百多本都是 一百一十几本 然后一百多本是被 图书馆或博物馆收藏 那拍卖呢 前一阵子拿出来拍卖 2010年拍卖说 拍卖出多少钱 731万英镑 实价1200万美金 是全世界最贵的书 因为数量很少 然后他做很大本 你看那个本数是一比一的 这个鸟是一比一啊 这个是红鹤嘛 你看跟这个人在一起 这个书这么大本 你知道吗 这么大本 所以这本书后来 变成高价的一个拍卖品 那你说这个东西 对啊 艺术嘛 那艺术也要 就是你这个艺术家画得够好 然后你可能人也走掉了 然后你的这个出版的量也很少 有那个价值 但是呢 还不错 就是说 这个奥都邦很有名 后来有成立一个 美国的一个鸟类保育协会 叫做奥都邦协会 这个 这个奥都邦协会 他们呢就免费 把这些图全部都数位化 然后可以开放让大家去做利用 所以这个网址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网址 这个 阿鲁邦.org-birds of america 这个 你们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这个画 当然你现在看这个画 你会觉得说 那个鸟的姿态有点怪 有没有 有时候 19世纪的人画的东西 他们会有一种比较 你说古典 还是怎么样的 特别的 的造型在那边 但是它非常的 精致 而且它把环境都画出来 它不像我们 中国的那些花鸟画 中国的花鸟画都是怎么样 比较血液 它也会画一些植物在旁边 但是就比较简化一点 它不会把整个大环境 画得那么详实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难得 然后你可以去 有没有 它一幅一幅的图 它是跟着于那个字母 下去排的 所以每一个图 你给它点下去 你看这么大的一张图 然后你应该也可以把它 下载来利用 你光是看这个就觉得 很舒服 很漂亮 大家有兴趣 再去参考就好了 再去参考 我这边就不多花时间去讲 OK 好 那再来就回到我们台湾了 台湾党画第一人 这个何花仁先生 如果你有在 看鸟关注的话 应该会知道他 那 他算是一个 也算是传奇人物 但是去年 应该是去年 去年过世 他留下了这三本 这三本的版画 金砖版的版画 就是后来他的这个 等于是好朋友帮他出版 帮他出版 他其实在之前做了非常多 他本来就是在报社服务 后来就有一年 就整个跑到六龜的扇屏 扇屏去那边做研究 观察 然后在那边 累积了很扎实的一些功夫 然后又回到中国时报 他跟刘克湘 是很好的同事 所以他们就一直 有在一起 然后后来他 搬去宜兰 因为得了那个 应该是脑瘤吧 还是怎么样 就在宜兰那边 长期做观察 他同时也是 台湾蒙前研究会的 会员 所以算是留下了 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看 所以我们在求学时代 就开始在看他的书 早期有一本叫 台湾木科鸟 木科鸟 蛮有趣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 去找来 这个就是跟鸟跟玉树 比较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做了很多的绘本 很多的绘本 像这一类的 大家应该都还可以找得到 都还可以找得到 OK 好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 你用拍照的方式 你用眼睛看的方式 你用绘画的方式 你用绑画的方式 呈现的都不一样 现在我们台湾社会 我们是看鸟 我们叫看鸟的鸟人 我们以前拍鸟的不多 因为拍鸟的设备很贵 第二个早期是用幻灯片 幻灯片一卷就要花200块 再冲洗又要花大概80块到100块 所以拍一个幻灯片 你至少就要花掉300块 而且你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早期好的柯打的幻灯片 都要送到国外去冲洗 所以 早年拍鸟的人很少 不多 后来数位化之后 大家都在拍鸟 为什么 因为底片不用钱 然后第二个怎么讲 变焦的也有 然后数位化 然后资讯也很发达 就是刚刚讲图鉴也有了 网路上有很多图鉴 你也不用去买图鉴 所以现在很多拍鸟的人 他也不买图鉴 他也不知道他拍的是什么东西 反正他就拍 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 只要有一个特殊的鸟出现 就会一窝蜂大家都跑去拍 因为大家都很忙 然后好不容易 有鸟出现就赶 赶去拍 这样的一个结果 脸书 或者是LINE 很多人在贴这些照片 都一直在贴这些照片 贴这照片有很多同质性非常高 就是大家都去拍同样一只鸟 所以那个就没有什么 你说它的艺术性或它的美感 就不会太好 好像大部分都是 看你的设备好不好 而不是你的构图好不好 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去碰到这只鸟 然后拍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情境或者是场景 那个是不大一样 那当然用画的 或者是像何花仁用这种 木刻的方式 它完全是用怎么样 你自己的创作 想象 观察 然后去呈现 它不是就是按下去就好 不是 它需要更多的这个 怎么讲 内涵在里面 所以我们会看到 因为这些艺术家或者是画家的投入 会让我们看到这个 生物的不同面貌 或者是美的不同面貌 好 这张吗 在前面吗 你看它这张的风格 跟左边就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艺术也很难评估 就是说也没有什么 你喜欢不喜欢 没有什么好坏 没有什么好坏 所以它特别 你注意上面它就是用这种 比较可爱的 大头鸟的设计 有没有 这个是灰面狂 这个是红准 等等 这个燕准 各种不同的猛琴 大灌鳩 灰面狂 这家应该是灰面狂 对 有准 然后用这样来呈现 跟拍照的那种写实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为什么画家画的画 它的可看性 或者是给人的感受 会完全不一样 对 它可以按照它的想法去传达 不是那种很直观的东西 不是很直观的东西 当然也有一些国外的画家 像这个是日本 日本有一位林牧手 林牧手 他做了三居鸟日记 鸟巢大追踪 他就是住在山里面 住在山里面 然后去画一年四季 他住的地方的春夏秋冬变化 这些鸟的行为 繁殖 转换等等 所以是很深刻的一些观察 很深刻的一些观察 好 还是要回到我们现在 现实这个世界 就是说 艺术家的东西 其实还是从大自然取材 没有大自然 它创造不出那些东西出来 好 那对我们来讲 这只鸟 我先来讲这只鸟 我们 OK 还有一个小时 讲这只鸟 这只鸟呢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 在念大学的时候 这只鸟在高雄 绝机了 就是说 原来我们高雄 是看这只鸟 非常容易的地方 早年在 民国七十几年 高雄 还是很农业化的一个都市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严丁堡已经开发了 是没有错 哈马星也开发了 可是我们的北高雄内围 我们的美术馆 我们现在美术馆很夯嘛 最近刚开了一个 内围艺术中心 对不对 然后旁边都是那个 高楼大厦 豪宅 对不对 叫做淡黄区嘛 但是你要想哦 这个在 民国七八十年代 那个地方是什么 那个地方都是零脚田 都是水稻田 都是水稻田 还有很多的围仓工厂 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 本来这些水质都可以 在那些环境生存的 包含现在最热闹的 汉神巨蛋啊 高雄大学 全部都是零脚田 但是因为高雄 这是第二大直辖市嘛 所以发展很快 这些土地呢 原来在都市里面的农业区 渔温区 全部经过都市计划 重新征收变成了 商业区 住宅区 大学用地等等 所以这个鸟就消失了 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让它生存 好 那水稻呢 它是最早在1865年 英国史文猴在高雄记录到的 所以我们讲说 它对高雄是 非常有意义的一种鸟 然后呢 在1941年 日本台湾总督府 把它公告为天然纪念物 天然纪念物的意思就是 很珍贵的保育类 那为什么列为纪念物 就变成因为它数量就变少了 所以你距离它发现 发现不到100年的时间 这个鸟就已经开始在减少 然后从1941年到1980年 经过不到40年的时间 北部的水质就消失 然后再经过不到6年 屏东东部的水质消失 然后在高雄1987年 总共不到10年时间 1980年到1989年 不到10年的时间 整个西半部的水质全部消失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对 为什么 因为台湾刚好在台湾级 阴卡白的时候 就是在各地都在盖工业区 都在盖工业区 好 所以 这一年我就记得很清楚 这一年1989年是民国78年 78年高雄水质族行消失 因为我那一年刚好在园中港 看到了最后一窝水质 隔年那个地方就是高雄大学重化 我们要盖高雄大学 因为人家都说我们高雄是文化沙漠 所以要盖高雄大学 就把那边全部的凌脚田 余温全部都重化 所以你现在去那看 那全部都是新兴的住宅区 对不对 都是新兴的住宅区 好 那到了1990年之后 这个鸟呢 就已经剩下没多少只了 而且台湾又要怎样 盖高速铁路 我们现在是2022 所以是30年前 30年前要盖高速铁路 那时候是在规划 在做环平 所以那时候你就想 30年前这个鸟已经快绝种了 剩下不到50只 不到50只 好 我这边插一个就是说 这个鸟叫做夜行者 它是走在夜面上的 那什么夜面呢 有哪些夜面呢 就是说 有这种叫做芡食 这个植物 大家应该在台湾都没有看过 因为它已经绝种消失了 你如果去YouTube查 它大陆的名称叫做鸡头米 或者叫芡 就是我们在吃四神汤里面的一个果实 我们现在吃的都是进口的 都不是台湾自产的 因为它上面有刺 所以非常不好采收 那我们农家子弟都会跟小孩子说 你卖个这些啦 就是这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这个产业就消失了 那另外是这种叫做印度杏菜 你也很少看到 对不对 我们的水域都是空水域 那你看这个叶子就是怎么样 平铺在水面上 所以那个夜行者才有办法走在上面 这个是我们在 点宝西自洪池 种印度杏菜的画面 那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菱角 菱角你注意看 它菱角这个都是气势 这个可以浮在 里面都充满了空气 它会浮着 然后它的结构是不是很漂亮 这整片都是菱角 那水质就可以在上面 煮草产卵 然后小鸟在上面吃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目前缺乏的环境 因为以前 以前这些农业 都被认为是没有产值 它生产可能一公顷 能够收成的作物的金额不多 但是你把它盖房子 可以卖很多钱 就是这样子 那你看这只鸟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它是在这么平坦的 服务植物上面去煮草 然后下蛋 然后小鸟也是要在这种 平坦的地方去觅食 才有办法生存 那这个鸟它到底特别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 它到底特别在哪里 水质这个鸟 举手 后面那个小朋友 你不是要讲吗 你不是要讲吗 知不知道 我听到公鸟御厨 公鸟御厨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母鸟在御厨 而且都是什么 我们都是一般 像我们人都是一七一夫制 一对一 像回教国家 他们不是说 他们是可以娶四个老婆吗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夫一妻 那为什么是一夫一妻 因为你的男女比例就是一比一 这样才有办法平衡 但是这个鸟很特别 它的男女比例是二比一 就是水质的族群里面 公的鸟 比母的鸟来得多 那这样会有什么结果 就是有公鸟 它是 如果是一配一的话 就会有人讨不到老婆 早年 台湾有没有 我们不是都比较喜欢生男生吗 对不对 重男轻女的结果就是 男生会比较多 一千一百个男生 然后只有一千个女生 人口比啊 那一百个男生就会怎么样 讨不到老婆 讨不到老婆 那这个我们父母亲就很担心啊 就会帮他介绍什么 外籍新娘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男女比例不平均 就会产生社会问题 那鸟也是一样 鸟因为他们的男女比例是二比一 所以呢他们就衍生出了一七多夫制 就是他们的母鸟只负责生蛋 跟捍卫领域 然后孵蛋跟带小鸟的工作 全部都是公鸟在做 这样那个母鸟有没有很幸福 我们女性同胞就比较轻松一点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平常都是在家里带小孩 煮饭洗衣服干嘛 家事都是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会很羡慕水制母鸟 因为呢 他只要把蛋生完之后 他就去游山玩水了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他再去找另外一只公鸟在下蛋 他生了四颗蛋之后 这只公鸟就开始孵蛋 要孵23天 然后呢再把小鸟带一个月 带到他可以长大 独立 所以呢 在繁殖季的时候 一只母鸟 可以平均大概可以跟两只到四只公鸟 竹草 下两窝到四窝蛋 这样表示什么 他的后代会很多 他的后代会很多 ok 好 因为1990开始做高铁规划 一直到1990年的时候 才完成环品 总共经过了十年 然后呢 由中华鸟会就成立一个叫水智富裕委员会 然后由我们高雄鸟会的那个秋满星鸟友担任第一任的召集人 所以我们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台南的这个水智富裕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在台南的关田 那时候全台湾的水智不到50只 也就是台湾的第一个高铁开发案 他们要做的环品的七地补偿 就是租一块15公顷的土地 然后呢 交给民间团体去做经营管理 好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在做这个水智富裕的工作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2003年 就经过了第二任跟第三任 第二任跟第三任的经营管理 然后改名为水智生态教育园区 就是说 我们富裕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之后 我们就把它介绍 推广出去 变成生态教育园区 让更多的民众来这边认识做了解 好 然后呢 又经过了八八风灾 我们邱大哥又跑回去重整 就是整个环境大乱 所以又重新把它整顿起来 那整顿完了之后呢 在2011年就 水智的族群量就爆发 就非常多 那到现在都是台南鸟会在任养管理 那我们可以看这张繁殖的富裕图 就是说最早只有个位数 只有个位数四只而已 然后就一路增加一路增加 到2010年11年之后 倍增到200只小鸟 可是现在又开始又掉下来了 好又掉下来 那这边有一个数字 比较重要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 潮树是红色的 红色的是几个潮 然后离潮的幼鸟是蓝色的 所以你注意看 在前面这边 蓝色的就是离潮的幼鸟 都比潮来得多 就是比如说这边来讲好了 举个例子 这边有120潮 离潮的幼鸟有253只 就表示一个潮平均有两只小鸟 离潮 那它通常是生四颗蛋 大家要知道 自然界是非常残酷的 是非常残酷的 就是你生四颗蛋 只有两只会存活 因为下雨天 因为有天敌 有这个什么 有蛇啊 有鱼啊 有老鼠啊 什么会把你吃掉 可是到了这个2017年之后 你看有145个潮 可是小鸟只有113只 就是潮的数量 比孵出去的 离开的小鸟来得多 就是一窝 一窝潮 一个潮 不到一只小鸟离开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警讯 但是整体因为我们有那个叫做 玲珑的补助办法 你的玲角田里面如果有水质成功的离潮 那政府会补贴你 一窝三千块 最早是一窝两万块 因为那时候 鸟很少 所以补助就很高 后来就是大家都来申请补助 但是一年的经费就是这么多 所以它就是补助就越来越少 这样子 那你想 你如果是中玲珈 现在玲珈一斤才多少钱 三四十块 不到五十块吧 玲珈 所以你如果补助个三千块 你看你要卖多少斤 所以基本上这个补助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那整个水质的数量从最早 这个不是从两千年开始算 就是说它从最早是不到五十只 全台湾不到五十只 然后现在已经超过两千只了 已经超过两千 所以基本上水质这个物种 算是富裕有成 但是因为它都集中在台南 那我们会担心什么 它都是在菱角田上面 那台南最近 不是说最近 几年前就是因为台积电去台南设厂 所以台南的地价房价就涨很高 那前两年台积电又宣布来高雄设厂 高雄的房价也都是 就立刻高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推估就是说 目前台南大概只剩下 五百公顷的菱角田 那各位你们认为菱角田 未来会增加还是减少 一定会减少 因为年轻人不想要种菱角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我们产业 你看这几年到处都在盖 台积电都在扩厂 然后科学园区都一直在盖 所以台南的那五百公顷的菱角田 我们认为它会越来越少 那越来越少怎么办 我们就要帮它找 其他的能够生存的环境 所以我们才会在其他的地方 像这个周宰师弟 周宰师弟就是在我们的廉池坦旁边 它本来也是要做公园 那后来我们就去把它争取来做水质 那争取来做水质 后来由这个师盟 师弟保护联盟在任养 我们当时最早一起来催生这样子 但是它的面积 因为它是在都会区 所以面积就是比较小 所以它的数量就一直维持在差不多这样 没有办法增加 那后来我们就有其他的鸟友在美农 就开始 我们的鸟友叫刘孝生跟黄淑美老师 他们是退休的老师 他们在2016年就发现 美农的野莲田 有一群水质在那个地方 可是呢 到夏天繁殖的时候就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繁殖 你知道美农湖很大对不对 可是美农湖的水域是什么 对是水库 是空的 上面是没有水生植物的 所以鸟没有办法在上面利用棋息 好 所以呢 他们就用自己的退休金 租了一公顷的私人土地 开始做民间水质棋地的营造 然后第一年 有一只母鸟 两只公鸟 生了三窝蛋 十一颗蛋 八只幼鸟 第二年 一只母鸟 三只公鸟 四窝 十四颗蛋 六只幼鸟 第三年 一只母鸟 还是一只母鸟 一只母鸟 四只公鸟 五窝蛋 五窝十八颗蛋 十只幼鸟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一只母鸟 我们叫做女皇 他就把地全部都占满了 原来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冬天有十几只马 对不对 他们的特性是怎样 母鸟先打架 最壮的那只母鸟 就是女皇 他就把所有的母鸟 全部赶走 这边就是他要用的 然后再来是公鸟 开始打架 谁是A B C D 顺位 打赢的就是 先跟母鸟生地窝蛋 第一个潮 然后再第二个 再第三个 再第四个 这样 所以你看到这个很有趣 从两只 三只到四只 对不对 好 那因为 那个 是他们自己出钱 大家知道 年改有有影响 对不对 所以都要自己出钱 大概有困难 没有办法长久 所以他们就找了 发动一个民间集资租地 就有69位 好朋友 大家一个人捐个五千 一万块 然后就 一起来 第四年就继续再租 那这个地主呢 本来 一公顷是租五万块 然后到第四年 他说不好意思 有人要跟我租十二万 所以我们的租金要调高 对 因为野连是很抢手的 野连这个农作物 那个你们 如果去超市买 价格也蛮贵的 它比稻米的 那个收益来得好 所以在美农 美农是全台湾 野连的主要产地 它的面积一直在增加 所以呢 没办法 就是从五万 一公顷 一甲地 从五万涨到十二万 所以本来鸟会要去任养 就发现这样不行 因为下一次又不知道要涨多少 要涨多少 那我们就去找政府来谈说 比较好的公有地 它不会涨租金 所以我们就 这个观光局 它提出前瞻计划 美农湖水环境改善计划 那我们鸟会就是说 以水质当作指标物种 来推动环境改善 跟民众参与 所以我们要负责帮它 做七地的任养管理 七地的任养管理 所以呢 它就是2010年规划 2020年一整年在施工发包 然后21年的2月 就交给我们去任养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上这张通照图 就可以知道 相对位置关系 就是 这边是美农客家文物馆 大家都知道嘛 客家文物馆这边有一条沟渠 沟渠走进来 这边呢叫做 集资七地 民间集资七地 然后呢 客家文物馆走到底 这边有一条叫做环湖路 环湖路这边呢 是我们的水智富裕工作站 玉苗池 然后跟大湾七地 这样子 那你看到的整个美农湖 水域是不是都光秃秃的 所以呢 这个美农湖的水域呢 水智都不能用 水智都不能用 只有这个民间七地 上面有长一些水生植物 它才可以用 还有我们这一块 后来再种的地方才可以用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两边的资工 都是一起在工作 一起在工作 好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张画面出来 有这样一张画面出来 那 这个是当时租地的样子 你看一片 荒草一片 它就是最差的地 没有人要租的 所以就被租下来当七地 然后一开始我们是希望做两边 可是后来那个小湾就放弃了 小湾就放弃了 那有很多人来帮忙 那我们也训练了一批志工 我们这个 这两天有第三批志工在培训 在培训 然后除了志工以外 也有国小的小朋友 家长带他们的小朋友来 玩得非常高兴 玩得非常高兴 所以以前大家都跑去运动啊 就是在那边运动而已 完全没有什么话题 没有什么目标可以看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民众在那边运动 他就可以在那边赏鸟 就可以在那边讨论 就可以在那边观察 我们的志工会在那边做介绍 所以我们其实也去跟美术馆 做这样的建议 希望他们美术馆的水域 可以种一些服务植物 那可以引起志工跟附近民众的关注 这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动态 你们可以去查脸书 有一个美农湖水治七地 几乎每天 我们都会更新一些活动状况在上面 好 那我们这个成果呢 在21年的时候我们有得到绿奖 还有一个叫做台湾核西网的金苹果奖 他们是专门去考核 政府的水环境工程 然后他们是完全是民间学者 跟NGO组成的一个组织 所以他们的标准算蛮高的 那我们这个得到了第一名 然后更厉害的是 本来我们的野莲农都是 很不喜欢鸟的 后来我们就把他组织巡守队 那他们就去巡守 巡守可以拿到奖励金 因为农民有钱拿就很高兴 先让他们高兴 然后他在观察的过程里面 他们就发现说 原来水治不是吃他们的野莲 他是吃野莲的虫 水生昆虫 所以他们就对水治的观念就开始改变 那改变了之后呢 这个叫做里金舟 这个叫野莲王 这个叫里金 他种了二十几甲的野莲 然后我们的水治跑到他的田里面去下蛋 他就说 好了不然 这一块我们就不要采收 让他生好了 他就用那个绳子把他围起来 大概围了六百平方米吧 六百平方米让他去生 他就先踩旁边的拿去卖 然后一开始本来说 好像大概损失个五六万吧 然后那个报纸就爆出来 爆出来之后灵物局 局长就说 不行哦 这个是公益价值 不要让野莲王去损失 所以隔天他就请 屏隆领馆处的处长 跑来这边包红包 包五万块的红包 就是要补贴他的损失就对了 结果这个野莲王立刻捐出来给我们 就立刻 他立刻红包拿到手就捐给我们了 对 因为我们也都是无偿 去做这些事情 好那 他的地呢 是跟这个班长租的 他们两个是有亲戚关系 结果这个班长呢 书郎书丁 第二只鸟就在他的田里面下蛋 而且这只鸟特别厉害哦 你看他选了这条绳子 他选了这条绳 为什么 因为那个野莲 野莲的叶子比较小 比较容易会 福利比较不够 所以这只公鸟很聪明 他去把那个防鸟绳 抓下来 当他的草底 所以更加的稳固 更加的稳固 所以这一段非常有意思 你看那个小鸟 等一下注意看哦 有没有 小鸟掉出来了 三只小鸟 还有一颗蛋在那边 好就是这样 所以去年是一个丰收的年 因为去年的雨下的比较少 前年下大雨 所以前年很多小鸟都死掉 没有办法存活 就是因为他们刚孵化的时候 身体全部都是湿的 然后一直下雨 雨毛不会干 然后有时候就掉到水里面去了 那去年的状况就非常的好 然后你注意看有没有 你注意看那个脚有几只脚 这就是公鸟 这是一只非常尽责的公鸟 他把四只小鸟全部都 都藏在他的翅膀下面 帮他们保暖 然后抵御天敵 这个就是父爱 可是你注意看他的尾巴 他的毛都掉了差不多了 非常的残破 非常的残破 他们就是在野莲田里面 吃东西这样 然后野莲桶也说 对啊那个小鸟吃一吃 他的野莲长得特别好 他把虫都吃光了 把虫都吃光了 所以我们这几年的 漆地营造的经验 从2017年到2022年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是大湾漆地开始任养 所以你看光是两年的时间 我们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 我们现在有60几只鸟在美农湖 所以你看比较周载湿地 周载湿地有10公顷 12公顷 但是因为他旁边是什么 快速道路跟莲池潭 莲池潭是完全不能用的水域 就跟美农湖一样 但是他这10公顷 他只能养十几只水质 可是美农湖 我们的棲地不到2公顷 民间1公顷 那我们任养的是0.8公顷 但是周边有20几公顷的野莲田 所以我们的水质呢 他们晚上会回来 我们的棲地睡觉 白天在野莲田里面觅食 那现在已经有一只母鸟 在野莲田里面繁殖了 所以我们今年有三只母鸟 民间七地一只 然后我们的大湾七地一只 野莲田有一只 所以我们的生产力增加了三倍 所以我就跟去年 以前的就完全不一样 好 好 这样大家有没有问题 OK 就是我们现在水质 从西元2000年做到现在 已经22年的时间 那这个鸟呢 从台南 现在在高雄 那高雄的数量美农已经起来了 但是我们 我们并不是只有 坐到这边就要停止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 还可以扩大到其他的湿地 所以我们在去年 7月底的时候 我们跟高雄市水利局 我们任养了 旧铁桥人工湿地 那旧铁桥人工湿地呢 它旧铁桥以南 第二起有80公顷 80公顷里面呢 有很多的水塘 水池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在这个水池里面 去种福叶植物 所以我们相信这边如果有成功的话 它的数量又会比美农 还要再增加好几倍 那另外我们也跟 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 有合作 他们里面也是有水池 所以他们也请我们去帮忙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 除了台南之外 我们的做法是 台南现有的铃脚田 要好好的去保护下来 不然它会越来越少 因为就是农民越来越 年纪越大 然后第二个缺工 台湾缺工非常的严重 现在采灵脚的都是老人家 然后采野莲的都是什么 都是外籍新娘 或者是外籍劳工 台湾人不做那个事情 所以这个产业有时候 你没办法控制 它可能会慢慢萎缩 所以我们鸟会的目标 就是去找这些公共空水域 然后让它种上的这些福叶植物 让这个漆地能够再活化这样子 好 那剩下不到30分钟 我要讲第二个故事是 布袋盐田 这个盐田呢 这栋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栋是什么 对 枪楼 不错 枪楼是早期赛盐 盐田的一个很重要的设施 为什么 因为盐酒是什么 专卖嘛 那以前的人生活比较辛苦 会去偷盐 会去偷盐 那偷盐所以呢 这些盐厂就特别请了 盐警察 住在这里面哦 他是住在里面的哦 为什么 因为半夜会来偷嘛 所以他们是住在里面的 喝枪实弹要去雇 防止人家来偷盐 所以这个叫做枪楼 那目前全台湾只剩下不到几座而已 我们的茄定有一座 然后嘉义大概有两三座 那台南好像也不多 就是个位数 应该是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 所以非常的珍贵 但是因为 当时停赛之后 我们的台盐公司 他就全部怎么样 没有列册点交 所有的建筑物都没有列册点交 为什么 因为很麻烦 他全部都移交给国有财产署 所以呢 后来这些盐滩地 有很多的开发 就把这些 以前的盐厄办公室 宿舍 全部都拆掉了 像我们的永安师弟 我们的永安师弟的宿舍啊 地磅区啊 全部都拆掉了 那台南嘉义也是一样 因为没有列册管理 然后那个东西摆在那边 对那个管理单位又很麻烦 因为坏掉你要不要修 围楼又很麻烦 所以他们都没有列册 那我们现在就是认养之后 也是希望看能不能把它 维护下来 那布袋在我们鸟界叫做 布袋重要野鸟齐地 它的编号是TW023 就是一个国际鸟盟的一个编号 那鸟矿其实非常的好 鸟矿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这一块总共被切成 三个国家级的重要湿地 就是布袋湿地 郝美老湿地跟巴掌西口湿地 那南边南边这个叫做 十区原田 旧五区原田 九区原田跟八区原田 这两个地方已经被开辟 一百公顷的光电板 那本来政府在推光电政策 他就是想要把布袋湿地 以南的这些 全部三百多公顷 全部都做成太阳光电板 但是就因为我们在这边 都有做鸟类调查 所以就跟他说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你不能去把它做光电 后来就妥协 后来就妥协 这个地方一直是全台湾 全台湾候鸟最多的地方 每年大概有三到四万只 大家看到 全台湾你去什么 台南 七谷 茄定永安 你都看不到这么多鸟 你只有在布袋可以看到 几万只的鸟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几年的记录 都是在两万五以上 到四万之间 现在有点稍微掉下来 而且有一半的欧跟燕鸦都在这里 全台湾一半的欧跟燕鸦 都在布袋 所以他非常重要 因为政府就是要做太阳光电 所以他本来是选定要做三百七 但是因为反对的声浪很大 所以最后只做了一百零二 那做一百零二剩下的怎么办 剩下怎么办 不能放在那边 闲置对不对 所以国产署就编了一个办法 叫做开放 闲置盐业用地任养 那就由我们鸟会来任养 那你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高雄鸟会要去任养 嘉义布袋的盐田 每个人都有那个疑问 为什么 因为当地没有人要做 没有人有那个时间 有那个人力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问过了在地所有的团体 有人要塞延 有人要接布袋国家中央师弟的计划 有人就是反对光电 有人就是没有人 有人就是没有人 所以后来就我们去接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只有任了这个 九十一公顷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不是那些 没有做光电都要给我们任养吗 结果不是 是那些都已经被光电业者申请登记好了 所以国产署才只让我们任养这个九十一公顷 而且他那时候不让我们知道 就是光电业者他去申请他要缴保证金 缴很多钱 算亿的保证金 他就是先登记了 登记说我要拿来申请光电 还在跑流程 所以我们那时候不知道 我们就任养下来 然后后来光电业者想要去开发这一块 叫做旧武区 他想要去开发这一块 一直在找我们沟通 他就是动作非常的大 透过各式各样的关系 希望去开发 然后有一句话叫 吃铅都破 后来国产署就召开了一个会议 就把它全部都取消掉 所以我们在去年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又扩大任养 两百五十二 所以总共是三百四十三公顷 那就是哪里 你注意看 这个从台六十一快速道路 快速道路这边就是枪楼 然后一直延伸到台十七 南边 然后一直到志鸿池 然后再到东边旧武区 总共有三百四十三公顷 你们可以想象多大吗 其实不好想象对不对 不好想象 刚刚那个美农湖水质七地是1.8公顷 我们鸟松市地是3.8公顷 然后高雄都会公园是95公顷 所以它是高雄都会公园的快四倍大 几百公顷 那我们大概就做一些事情 就是人的赔利跟七地的管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闲置了二十几年 所以没有人去管它 那旁边的渔民 他就是养他的鱼 然后赛岩的人 已经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地方 常常被人家偷盗垃圾 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去把人找出来 然后去厘清问题 然后去把问题找出来 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办一些培训 开始找人 然后带他们去做现场的做一些工作 维护 解说 巡守 种树 鸟类调查等等 然后去社区学校做推广 然后办活动 这个地方很有趣 我们刚刚讲 这边叫做布袋国家重要师弟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师弟管理单位 从来没有在那边办过什么活动 没有 为什么 他们是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 他们的总部设在北门 设在北门 所以北门景宅角那边 有办很多赛岩活动 这个地方布袋国家重要师弟 你们如果查Google地图 它叫做布袋生态园区 布袋湿地生态园区 你去那个地方就是只有停车场跟厕所 其他全部都没有 没有住战人员 没有游客中心 就这样子 所以他从来没有在那边办过任何一场活动 我们去任养之后 我们就是在候鸟祭每个月就办一场推广活动 所以才有当地人开始来说 原来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好 鸟那么多这样子 然后也有从高雄台中的人来 那我们也去支援他们社区 这个社区有一栋枪楼 这个是他们自己整修的一栋新的枪楼 可是社区的人他们都不会介绍鸟 他们都不会介绍鸟 所以我们要去支援他 那也帮他们做一些解说牌 更新他们的解说牌 然后也做了一份布袋盐田的人文生态地图 这份地图你们如果去Google的话 可以下载 可以下载 就是这张图呢 就是跟大家讲说 因为布袋很大 这个到底是几区的盐田 跟现况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现有的道路 然后这个点点的是以前的海岸线 点点的是以前的海岸线的变化 所以跟现况有非常大的差别 那你可以拿着这张地图 知道要去哪里地方看 然后什么时候来赏鸟 看什么鸟 那我们每个礼拜都去巡守 所以就是累积了很多资料 然后也跟渔民去做一些访问 了解他们怎么去用这个盐田的 因为就是盐田停赛了之后 政府都不管了 政府不管就谁在管 渔民他就要用水 他的废水都排到盐田里面去 或者是他需要水 他就把水门打开来用这些水 但是他会影响到我们的 湿地的水位的高低 所以我们就要去跟他沟通 去了解他们是怎么用水的 然后我们去做调查 这一户是谁 你的余温大概多大是养什么东西 然后把每个月他们在做的一些操作 都把它给记录下来 那这样才不会说 你跟你的邻居产生一些冲突 就是知道他们怎么去用 然后因为地太大了 所以很多地方都被人家偷盗垃圾 那我们就有一台公务车 就是在到处巡 那巡了之后有一些小的 我们就自己处理 比较重大的 我们就联络县政府 联络国产署 去把它做一些清理的工作 所以就会给外界一个印象是 这是有人在管理的地方 不能买白来 会有人处理 所以整个环境就会变好 另外我们也会常常发现到一些 受伤的或者是得病的 像得了肉毒感菌的黑面皮露 然后我们就把它救起来 救回来之后有成功 再把它野放 就是有救成功又把它野放又看到 那你如果没有人去寻 它可能就直接就死在野外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很有趣 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 小燕鸥它是保育类的鸟 它手第一次发现在这个盐滩地上面 这个是瓦盘 这个东西我们在晒盐 晒盐的盐场有两种 一种是土盘 是机械收盐的 另外一种是瓦盘 是用人工收盐 那瓦盘晒出来的盐 是比较干净的 几乎是可以直接吃的 那这边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就是这个 那个什么 小燕鸥跟东方环景恒 一起筑一个草 就是 有人先筑了草 然后别人又来下蛋 下在一起 所以他们两个就轮流孵蛋 轮流孵蛋 但这一窝后来也是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鸟蛋就被冲掉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极端气候 对生物产生的影响 那另外会有一些外劳 会来捡鸟蛋 或者是钓鱼 他们就把这些鸟蛋 全部又捡起来 想要拿回去吃 所以里面有小燕鸥 有东方环景恒 有高翘恒 全部都混在一起 全部都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人看到了之后 就把他们拦下来 然后又把蛋送回去 因为地太大了 没有人管 所以我们的老百姓 就会很自动地去利用这些场域 它并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它有一个管理办法 有一个管理办法 这个是我们调查 这边就看到了 这两只鸟在一起的样子 然后渔民有时候开水 或者是因为下雨天 就会把蛋给冲走 那这个都是我们希望 能够去尽量去减少的一些问题 这样子 它把水门打开 然后水进来 那水进来是因为我们的蹄破掉 我们的蹄破掉之后 水不只有流到渔民要的水达到 它会流到我们的盐田里面来 那流到盐田 就把我们的这些鸟蛋给冲掉 所以我们也要把土蹄再把它给修好 那要修这个土蹄又要去找钱 政府不会给你这个钱 这很有趣 所以我们就追踪了很多东方环景城的淡 那再来就是说 现在极端气候 我们其实台湾西海岸 有很多地方是地沉下陷区 像云林 嘉义 台南 屏东 都是地沉下陷区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 很多地方都要靠抽水机 在雨季的时候 要把盐田里面的水抽掉 然后让雨季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制洪池 它如果没有把水抽掉 这个水满了 它就会满到村庄里面去 它就会满到道路上面去 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盐田 它就是夏天是制洪池 冬天是候鸟利用的地方 但是怎么去管理这个水门很麻烦 这个水门管理都是水利单位在管理 他们都委托给公司 外面的公司或乡镇公所去管理 所以你要叫它开水门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的逻辑就是 因为抽水要钱 要钱就要用电 要用油 所以理论上 如果没有公家单位跟他们讲 要做他们是不会做的 然后很有趣的是 我们的汛期就是夏天 雨季的时候才会淹水 所以理论上 在冬天是不是就不用了 所以我们在冬天 我们会希望怎么样 我们整个南台湾 有半年都不下雨 那不下雨的结果 我们的湿地就会变成什么 干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希望 水利单位帮我们把水给放进来 不然它就干了 干了湿地就不叫湿地了 可是他们通常都不愿意这么做 为什么 不关我的事 所以这个东西要跟水利单位去沟通 就很伤脑筋 所有的台湾的势力都一样 有些要沟通好几年 才会成功 就要看有时候主观馆的意见 那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一个是我们的九区原田 我们刚刚讲我们的九区原田这么大 有三百公顷 然后水在这边 可是进不来 水进不来 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做水闸门 它没有水闸门 水进不来 所以水进不来的结果就整片都干掉 然后这个是残留的一支 就是漏水的 它就有一点小水进来而已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可能去做一个水闸门 为什么 做一个水闸门要花好几十万 那后来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弄了一个没有动力的红吸管 我们第一个先去做线看 大家可以看到 盐田干掉就是这样子 裂开 裂开 湿地就裂开了 多可怕 这个环境会不会有生物 一定没有生物 然后就剩下这样子 裂成这样子 裂起来很漂亮 很有艺术 所以我们后来怎么办 我们就去装了一个 我们讲这个红吸管原理 红吸管 就是我们利用 脏潮的时候 大排的水比我们的湿地来得高 对 那我们把里面用真空 然后水泄下去之后 它就把水带进来 对 带进来之后 鸟就进来了 对 那我们现在 不是只有任养 我们现在就在改变这个漆地 像这个漆地也是很干 然后我们也是开始挖 我们就是请怪手去挖 去挖 去挖 那你要挖这个动作 你都要先发文给 我们的像国产署啊 县政府单位 让他们同意才能够做这些事情 其实 我们很假薄的就对 因为没有 政府不会管这个啊 他们完全不会管这个啊 然后我们把它挖完之后 你看 有水了 然后有摊地出来了 就是 这边如果淹水的话 鸟可以在上面 休息 我们就把水 把那个土 拿来做成一个比较 土蹄或者是岛 让他们可以 在繁殖可以用 或者是淹水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 所以你看鸟都站上去了 有没有 这个都是星座的 你看这个都是星座的 后面这个也是星座的 对 就是有一些腿比较短的鸟 他就可以去利用这些地方 或者是当水位比较高的时候 他们至少还有地方 可以休息 不会被水淹掉 那我们还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就是说九区 九区这边要做改善 把这边挖掉的土 拿来填成一个土岛 然后这边还要再做清淤 再来做 这个都要去找一些钱 还有我们最后希望是把这个北港产物所 把它修起来 这间也还蛮漂亮的 但是因为是围楼 是围楼 因为它已经二十几年没用了 然后又在海边 风吹日晒 沿海侵蚀 所以里面那个都破掉 那个屋顶 屋顶都烂了 那我们请那个结构技师去现刊 他说要帮我们检测做实验 给我们的估价单就二十几万 对啊 所以就变成说 你要看后这一 请他做 要付二十几万给他 他会给你一个报告 比如说 看不看用 怎么加强 怎么补强等等 然后这个水泥的绿离子怎么样 然后钢筋怎么样 然后你根据他这个东西 才能够再去做下一步 所以 对啊 都是要花很多功夫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还要再做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在这边做 就是说 这个北岗厂务所刚好就是在 九区盐田的正北边 然后这边是五区盐田 这边是十区盐田 所以 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可以成立 把它整修好 我们在整体管理上面就会 变得比较方便 那南边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 南边这边叫做新城社区 北边这个就是布袋国家重要市地 那目前县政府在这边要盖一个 滨海环境教育馆 要花九千万 要盖在那里 因为那边有社区嘛 所以有选票 然后也有学校在那边 所以政府它会投资在那个地方 但是通常盖硬体政府都没有问题 可是怎么去经营管理 它可能又要BOT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常常做不好 就会有很多蚊子馆出来 那我们民间就是 我们很想要做事 可是我们缺乏一些东西 像美农谷水势七地那个工作站 那个货归屋工作站 是我们请观光局盖出来的 那我们再用 所以它基本上 它不会有蚊子馆的问题 它的使用效率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找 其他单位来合作 就是说 我们希望布袋国家重要湿地 因为它面积有722公顷 它很重要 所以它必须要更积极的经营管理 因为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 它目前只有派两个清洁人员在现场 它没有游客中心 没有管理人员 所以它的水位 几乎没有在做管理调控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民间任养的 能够跟国家重要湿地 它是一致性的 所以我们最近办很多活动 我们都把云嘉男管理处 把它拖下来 他们处长 光是这几个月去了好几次 就是我们会邀请国产署的人来 财政部的人来 然后我们又要办活动 就一直把它们拉进来 然后我们在3月19号 要办一个候鸟祭的活动 就在布袋 布袋湿地生态园区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 介绍给全国的民众 然后再来就是加强 跟社区学校的一个互动 那整个这边的工作 我们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了 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做一些基础调查 巡守 陪力 推广 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工作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邀请 政府部门 NGO跟光电业者 大家一起来 那为什么要邀请光电业者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政府的地面型光电的示范暗场 所以里面有很多家的光电业者在这边 然后我们这个经费的执行 也是能源局补助的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希望把大家都兜在一起 然后能够希望多多交流 那我们现在在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希望说 我们前面这三年已经被看到了 就是我们有得到绿奖的肯定 去年我们是得到绿奖 然后在地团体也开始关注 像地方政府等等这样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站把它做起来 就是刚刚提到的北港产物所 然后今年会进行布袋候鸟记 然后工作平台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光电业者加进来 因为你知道 现在政府在推那个余电共生 很可怕 那个余电共生 不是只有余电共生而已 还有那个叫做室内光电 余电共生它可以盖40% 就是你一公顷的地 你光电只能盖40% 60%还是要做余温 但是你如果是做室内光电的话 你可以盖80% 然后把余温整个围起来 让鸟飞不进去 对 但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因为你下雨的时候 你的水都没办法进到余温 它就会排到排水沟 排到排水沟可能那个滋鸿量 那个净流会非常的大 本来鸟温水都会进去 但是对养鱼的好处是 它的颜度就不会改变 你知道吗 就是下大雨的时候 那个虎温是不是都满了 满了之后 雨都到处乱跑 对不对 那他们为什么喜欢做室内光电 就是那就不会受那个外在的天后环境影响 但是它的建制成本很高 所以只有那个比较大的财团 光电业者才有办法做室内光电 一般大概都不会做室内光电 然后第三阶段 我们会希望影响国家重要师弟 就是说 现在国家重要师弟 什么都是空空的都没有 然后我们希望它带头 然后能够跟地方产业跟民智力量 有些关系 那最好当然就是 所谓的什么 失地生态产业共同共好 就是一个理想的愿景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抓 三年一个阶段 三年一个阶段 那现在进入到第二阶段 能够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在跟那个政府单位讲 就是说 任养也不可能说 任养我们一签是签六年 那你不可能说六年做完 就把它丢还给政府 因为你丢给政府之后谁来做 没有 因为政府的组织编制就是固定的 它不会有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光是在布袋这边 我们就有三个工作人员 三个领薪水的工作人员 在这个地方做 去管照顾这三百多公顷的盐田 所以才为什么需要大家帮忙 就是说 你看你很难得看到这么多鸟 有一个情况在这边 这是去年我们参加绿奖 绿奖有补助 我们今年的钱算是有着落了就对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推一个就是说 公司部门怎么样去协力的一个保护系统 因为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说 政府的公有地保护区的管理可以更好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更好 第一个没有钱 我们的政府 硬体工程钱很多 叫做资本门 你看那个建设 建设盖房子啊 盖道路啊 盖铁路这些 这个都几百亿的 这个钱都很多 但是呢 你叫他拿一百万 五十万出来做事 这个叫金长门 他都说没钱 你盖一个公园可以花一亿夸五千万 可是你公园盖完之后 你要移交给养工处管理嘛 养工处有没有多的钱 其实没有 对 他金长门都没有钱都在减少 所以这个投入都严重不足 然后我们取得土地成本太贵 台湾最贵的就是土地 最贵的就是土地 所以要民间团你去买土地 这个是很困难的 我们一年光是要筹一百万去管理 就很困难的 那你要买一块地多吗 几千万起跳 对不对 连房子都几千万的 然后每年都要去筹筹这些经费 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说 这个政府啊 他没有人嘛 他像师弟的专业他也比较不够 可是他有很多政策 他有很多政策 有土地 也有很多土地 你看这些师弟啊 志宏池啊 保安林啊 皮郡 都在那边 但是他的预算都不够 那预算不够可以从哪边来 从产业来 就是企业 企业有很多钱 我们台湾的企业超会赚钱的 可是他们都很少用在环境这一块 他们用在这个艺术啊 用在医疗 教育 比较多 用在生态这块比较少 然后民众也是一样 民众有很多人想要做好事 可是他没办法持续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土地 你根本没办法管理 为什么 以前很多人想要退休 就买一块地去 回归田野生活嘛 三分地 你就做得要死要活 所以我们现在 鼓励我们的会员 到师弟来当志工 像我们鸟宗师弟 有3.8公顷 你如果一个人去管三分地 你就補到要死了 那我们3.8公顷 我们可以有50个人 100个志工来 大家一起来管理 那大家都很轻松 你每个礼拜只要来个半天 来个一天就好 你没来他也不会荒废 可是你自己的地 你就会荒废掉 因为你的小孩 大概都不会去 想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最后一个是这样 就是说他可以透过 信托或捐赠的方式 让民间团体 可以来做这些事情 这在国外有很多 就是说你的土地 如果你想要保留原状 不管是做成森林 还是做成农地 你可以指定信托 让这个信托管理单位 不要违背你的意志 维持他的利用 如果你没有信托 你是变遗产给小孩 你过户到他的名下 他要卖就卖掉了 他要做就怎么样做掉了 所以信托是一个 能够让 让这个土地 维持你想要的 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目前其实台湾 有一些案例 有一些案例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 就是说公部门 企业跟民众 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 可以把它 可以来把它做好 对对对 好 那我今天就是 现在已经四点半了 就报告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开放一些时间 跟大家互动 好不好 谢谢 我觉得今天的演讲非常精彩 因为以前 我有参加过鸟会的活动 现在鸟会做的事情 现在超越以前非常非常多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像听起来这些 生态保育的公共价值 政府都好像 好像没有很大的进步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 我们进入公民社会 那有一些民间团体 去督促政府 或是去推动他们 那我想说请教说 在这部分来讲 我们怎么样 更让政府去了解说 这个是其实是有观望利益 这样 谢谢 谢谢 其实政府还是有进步 只是说那个进步的比例 总是不如我们的期待 应该是这么讲 如果你看一下 我们政府的年度总预算 一般人他不会去关注这件事情 你如果去看年度总预算 我们环境保护跟社会福利 只占总预算的1.2%左右 中央政府的年度总预算 环境保护跟社会的部分 那环境保护里面就涵盖很多 包含那些环保的都算在里面 所以你把环保的部分 再把它扣掉的话 跟生态相关的就更少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的国家重要师弟 我们地方级的师弟 全台湾有40几个 可是政府一年的预算 不到2000万 什么意思 就是这40几个师弟 平均每一个师弟拿到的钱 差不多50万而已 那师弟有些很大 有些很小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把它做好 很多师弟是没有人 在现场做管理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计划 标案就标出去 找人家去做调查 找人家去打扫 找人家去清洁 他们做完人就走了 所以现场不会有 维护管理人员 那当然 有些地方可能真的不需要 可是有些地方是需要的 所以你看 以高雄来讲 我们的周宅师弟 他是师盟在任养 鸟松师弟是鸟会在任养 但是还有很多师弟 是没有人在任养的 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你说要怎么样 让政府对这一块投入比较多 就是我们要有声音 就是我们的民众 要有声音给政府 让他去重视到那一块 他才会把预算编进去 那我们最近就摸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叫做 野生动物保育 另外一个叫做动物保护 我们的法里面 有一个叫野生动物保育法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动物保护法 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动物保护 比野生动物保护的资源 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不是有一个叫做动物保护处吗 每一个地方政府就有动物保护处 它都是附属在农业局下面 可是动物保护处的组织跟农业局 几乎是一样大的 农业局里面有一个叫做野生动物保育科 那这个科通常都是跟什么 植物防疫或什么蓄产结合在一起 它非常的小 它的人非常的少 它的钱非常的少 所以动物保护这个东西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 猫 狗 牛 羊 家畜 这就是动物保护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把资源投入太多 在跟人有关的这些最大 就是最大 那野保的部分就是非常非常少 就是那个比例重视程度不一 应该是这么讲 所以如果我们的民众没有办法 从他身边的这些环境里面去关注这些议题的时候 那这个比例要改变就变得很困难 就变得很困难 好 这边 有两位 有两个谁 老师好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农的水质 就是这几年富裕的成果 美农的水质数量增加了很多 那我想要请问说就是它水质的数量是从 就是原本的少数的族群它繁衍出来 会不会有近亲交配的问题 还是说它后来又有从外来的族群再迁入到美农的棲地里面 是 其实目前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办法有正确的解答 但是它一定有一些是外来的个体进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七地做 就是说富裕做到一个程度 接下来我们要把一些研究的工作要加进来 比如说要去做细放的工作 才会知道说这边 比如说这边长大的或者是这个个体 它有没有移动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个资料如果很少 我们就很难去判定说 它到底有没有近亲交配的问题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是 假设我在美农这边的这些水质 我上面都有编号的话 那我就知道说 这一只它的父母亲是谁 或者是这一对 它产生的下一代是谁 那他们是停留在这边多久 他们在跟谁 在配成另外的夫妻党等等 就要去做那个叫做生活史跟祖谱的追踪 但是这一块又要花很多的力气在做 但是一般来讲 他们生物理论上会去避免近亲交配 因为小鸟都会被赶走 小鸟会被赶走 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会观察到 好像 感觉上 八哥变多 麻雀变少 灰 灰 两鸟变多 那这个是我的错觉 还是真的有这样的现象 另外一个是跟刚刚的演讲有关系的 就是那个刘其伟老师的话作 你讲了一个 有那个婆幽鳥的故事 但是你没有讲出来 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补充一下 谢谢 这个 我路上你查都可以查得到 你的观察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这些外来种的生物一直在增加 因为它在台湾没有什么天敌 所以它就一直增加 然后还有一个搭配的因素是 我们高雄的环境 因为我们高雄是一个南部 一个热带的一个港口 有空港 一个海港 我们光是公园绿地的行道树的种类 有七成都是外来树种 都是热带的外来树种 所以对这些外来鸟种来讲 很适合它的生存 对 那你们想要比较知道 台湾这几年的鸟类的变化的话 你们可以上一个网站叫做 新年鼠鸟嘉年华 它叫NYBC 新年鼠鸟嘉年华 它每一年的监测报告 都会公布在上面 所以我们从2015年到现在 2022年的报告 2022年的报告还没出来 就是你会看到每一年 每一个样区每一个鸟种的数量变化 那麻雀呢在台北在北部消失的速度很高 在南部也是在减少当中 对因为 因为怎么讲 它跟麻雀跟农田形态有很大的关系 那中北部的农田的形态非常的少 那在都市里面有时候你会有错觉 是因为都市里面很多人在喂鸟 所以你会看到一大群麻雀 可是除了那个以外 要看到它的机会 其实整体环境在减少 就是说你农地的面积在减少的情况下面 也会影响到某一些 会在农田里面出现的鸟种 这样子 对 好 那婆娥娜那个部分 可能大家上网去查就好了 因为有很多故事 我这边就不特别再讲 好不好 谢谢 为什么要保护动物 你是不是动物 你是不是算其中一种动物 不是吗 那如果 如果我们这个地球上或你家里面 都只有我们人而已 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对啊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你有没有在看卡通 看什么卡通 卡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动物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更好玩 其实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人类的人口的成长 就是成这个 我们叫做指数型成长 指数型成长本来很少 可是后来就变成 它那个就是变成 那个两倍 然后再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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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快到多少亿了 突破70亿了 80 快80亿了 所以常常 生态学家会说 我们可能有两三个地球 都不够我们吃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对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情节 现在就是在发生 比如说阿凡达 阿凡达 他要去别的星球 去开矿 去探索资源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粮食 跟能源都不够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要跟国外去买 国外去买 那像前一阵子疫情期间 中国就很厉害 他到很多地方去买 他也到美国去买 他到非洲去买 他到处去买 为什么 他就是要去先把这些的土地 跟粮食先把它买下来 他要确保他 国家的这些人 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吃 对 那以我们是一个海岛来讲 我们不是大陆 我们大陆还可以走陆路去通运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 我们只要碰上了台风 或碰上了战争 外界的资源就全部进不来 那进不来的情况 就是你就是没水没电 没食物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 怎么去永续发展 永续发展 就是希望能够一直生存下去 对不对 可是依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或消费方式来讲 有三分之一的食物是丢掉的 有三分之一的食物是丢掉的 就是不管是台湾还是全球 那你三分之一的食物可以养活很多人 是可以养活很多人 或者是说我们不要花那么多 我们把那三分之一存起来 三分之一的用水存起来 燃能源存起来 可以让我们可以怎么讲 地球消耗的比较慢一点 可是目前看起来这个趋势是很困难的 因为 我们 以我们大家的生活经验 你会发现 你眼睛看得到的土地 的农地 就是有生产能力的农地 越来越少 因为都变成在盖房子 都在盖房子 对不对 或者是被开发建设 那没有错 它从农地变成建地或住宅 它的价值是增加好几百倍 没有错 可是它没有生产食物的能力 相对起来 如果说我们用价值 价格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说 我一块地 假设一甲地好了 一甲地喔 一甲地 一甲地我可以生产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有没有务农的 一甲地可以生产几千公斤的稻米 我们假设五千公斤好了 五千公斤好了 现在稻米一斤才多少钱 让你算200块好不好 对不对 给你算200 来五千 五千乘以200块是多少钱 多少 五千 两百 多少 一百万 一百万 一百万喔 一甲地 假设 这个算高价啦 假设算一百万 它一年的产值是一百万 可是你知道吗 一甲地 如果变成建地要多少钱 不要说建地 光是一甲地的农地买卖 可能就要五千万 不只 还是少 每农的农地大概一分地三百万 所以我们算三千万好了 三千万跟一百万 你把它放着 它每年产生一百万的价值 无限的 你把它卖掉盖房子 三千万就不见了 就是只有三千万 套现啦 就只有三千万 可是你对农民来讲 三千万是他 做农 永远赚不到的钱 所以很多人他就是 反正我譬如说 我已经不做了嘛 我七十几岁做不了了 我弟就卖给建商去盖房子 建商花了三千万 他盖的房子可能卖了三亿 也不一定啊 对不对 那他三千万可能就给他小孩 分一分 遗产分一分 大家都很高兴 就没了 所以现在的土地是一个 不可逆的状态 因为很难保下来 那我们现在在做国土计划 就是国土计划 很多的县市政府 都不想要把它化为农业区 他都把它做叫做城乡发展区 像我们高雄市 应该没有农业区 全部都被化成城乡发展区 因为那个价值差很多 那怎么办 大家都想说 那我就便宜的农产品 跟国外买就好了 因为我们加入WTO了嘛 然后世界贸易嘛 所以就会变成说 都是用这样去嘛 可是你如果自己没有 自主权到一个比例的话 风险就很高 不然就是大家都要维持 这个社会秩序 就是货物能够互通有无 才有办法 所以你看美国为什么他那么强 他现在就是用 生产基地 你看生产基地 我们帮忙做那个 iPhone手机的代工 赚那个毛利 是那个菱角 然后美国赚最多钱 对不对 Apple赚最多钱 他那个钱几乎都被他赚走了 所以美国他厉害是这样 就利用这个全球的市场 去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如果那个平衡破坏掉 其实会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好 这个太复杂了 不要再讲下去 好 老师 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水质它现在已经富裕 也是算数量已经有上来了 可是还有其他一些保育类的鸟类 像草骁之类的 有没有想过要去保育它 因为美容湖这边还有台南那边 然后周宰师弟我有看过 可是现在您这边还要在开发旧铁潮 那边做水饰保育 可是其实还有其他的鸟类还需要保育 对 这是我们 谢谢 其实这个工作永远做不完 那就是我们会鼓励 应该是说鼓励 鼓励你对 不管是政府或其他的民众MGO 你对哪一个物种 有兴趣或者是察觉到它的需求 就可以来做一些什么 你不用想太多 就是可以想说要怎么办法做 其实草骁 我们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我们其实你要会做很多 像草骁就是政府还没有在关注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做 那后来像一直到今年 我写一篇文章就是说 我们十年到现在 现在我们的林务局 他已经列了这个 兵为物种的保育计划 然后嘉义林管处跟屏隆林管处 还邀请很多的工部们一起来成立一个叫做 炒销保育联盟 所以比我们十年前自己来倡议 已经进步很多了 可是我们这些兵为物种 目前政府只有列22种 只有列22种 那还有很多种是没有被列进来的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现在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做黄骊 也是我们自己自发性下去做 也没有政府的经费去补助 或者是说 政府他的钱根本没有办法去关注到这些 这些物种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变成说 要去鼓励更多人去关心你关心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的保育资源非常的少 然后呢 比较大的团体 他会去吸走很多的资源 这个在宗教也是一样 都一样 就是越大的团体 他会吸走越多的资源 但是有很多的小团体 或很多比较不为人知的主题或生物 他就比较没有被受到关注 这样子 像我们鸟类里面也还有很多 是没有被注意到的 或没有被去研究到的 对 那这个问题讲实在的是 很难回答 因为我们的认知 或我们能够采取的行动可能是这样 那如果要我们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或许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可以做的部分 对 那但是你提的还是很关键 就是说目前政府他们有一个机制叫做鸟类红皮书 那他会去评估全台湾各个鸟类的状况 然后列了红皮书之后就表示是需要关注 可是关注还会牵涉到到底我们知不知道 他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或者是他面临的危机是什么 如果知道我们可以采取行动 那还有机会 可是有些东西是我们连他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不知道了 他就不见了 他就消失了 对 这个才是更大的问题 对 那整体来讲应该就是说 还是投资在这种绿色基础建设或保育的资源太少 这个问题就跟 最近不是才刚开完那个COP27吗 就在谈气候变迁 或者是谈那个减碳这件事情 那每次开完这个会 都会做出一个决议说 世界各国还要再投注 比如说1000亿美金 在这方面才能够减缓或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你看已经谈了10年20年了 这些钱有没有到位 就是一直还是没有到位 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跟政府政策上面在做的事情 总是有那么一个落差存在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或者是呼吁希望 有额外的民间资源可以投入在这一块 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做布袋岩田或做美龙湖水质 几乎用到政府的资源的很少 是去民间募资源来的 对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做更多事情 要投入更多的人力 或者是心力在不同的领域上面的话 就必须要有不同的人跟资源来关注 才有办法 依照现况 它就是已经是一个 就是一个平衡状态了 或者是它的现况就很难去改变 感谢林老师让我们对生态保育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刚刚那个老师有提到 就是有发现有一些鸟类有肉毒感菌 那鸟类如果肉毒感菌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特征 那以及你们当时是怎么样治愈它的 谢谢 OK 它是这个肉毒感菌 本来就存在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然后它特别会在比如说 一个低温高温之后 高温之后它会大量增生 比如说低温之后很多鱼死了 然后隔两天高温晒太阳 然后它那个感菌增生 在鱼体里面 然后鸟再去吃这个鱼体 黑面皮肤去吃了 然后它中毒 那通常中毒它就是身体会怎么样 就是软掉 就会倒在地上 倒在摊地上 然后脖子就抬不出来 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那发现到这个特征赶快送一 他们就是会打那个特别的血清给它 只有这个办法 只有这个办法 所以要去防止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你如果在野外有看到大量的死鱼 就是第一时间内把它做清除 所以我们高平溪有发生过两年的事件 就是冬季高平溪的水量非常少 然后它会有一些挖地是积水的 积水的地方 结果等它干了之后 鱼都死掉 那死掉之后又曝晒 然后鸟就去吃 所以有一年死了应该好几百只鸭子吧 对 那有发生过两年 就是近十年来有发生过两次 在高平溪就是这个情况 对 那它跟禽流感又不大一样 像禽流感最近都在扑杀 一次扑杀就整个机场都几万只 那禽流感就比较不好控制 因为像那些养鸡养鸭肠 它因为都有喂饲料 所以很多的野鸟或黄头鹿都会在附近 黄头鹿本身其实都会带圆 燕鸭跟黄头鹿本身都会带禽流感 可是禽流感因为它有很多病毒株不一样 就是说只有H5N1那个是比较强的 那其他的对鸟没有什么影响 就死亡率不会那么高 对 所以反倒禽流感那一块是做一些防范 那肉毒感就是做一些环境的维护跟清洁 两边的防范做法会不大一样 那我们讲说今天到这边 大家掌声感谢 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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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